4.19發生在上海4.19的Tesla事件 在大陸越演越烈 中共背後操作黑影重重 有市場人士相信當局 已釘上了Tesla全球手屈一指的電動車技術 以及其至關重要的駕駛 攝錄相關資料庫 中共用盡千方百計 大搞千人計劃 四派間諜等 就是為了竊取西方企業的核心技術 這樣除了可以不勞而獲 再享其成之外 更可似的是到過利益低成本 因為節省了龐大研發經費 生產而反逝 產除被竊物的競爭對手 2020年Tesla的研究和開發RND 開支為15億美元 約117億港元 集中放在電動車EV產品上 再配合其原有的know-how 它的技術已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 中共自知鬥不過人家的技術 於是又使出歪招 在國內多處撤Tesla車輛禁區 以及專門截查Tesla車製造麻煩等 迫美國總部就範 其實早在2008年公開實施千人計劃前 中共已一直有從競爭對手身上偷竊技術 直至近年更多事件浮面 醜聞逐一被曝光 才引起各界關注 盜取對象和目標橫跨多國多領域 包括2018年爆出竊取蘋果無人駕駛設計和電腦板 這個月的可口可樂 不含致牙脈雙分A的技術資料被非法奪去等 日韓也有大批企業多年來遭中共偷走技術 涉可口可樂案的游曉蓉 被美國司法部查出其在大陸的新公司資金 有部分直接來自千人計劃 此外 大陸機關又透過黑合入參海外政府及企業資料庫 無奈前微軟直撤北京在背後策劃了一項網絡襲擊 而微軟在去年的研發支出為199億美元 約1,550億港元 中共對這一切用重金開發過來的Technology碎鍊三尺 玉具為己有 中共還未意識到的是 人們早就將這些全部記錄在案 及中共此前大陸幕棄取數據的行為